大家好 对于种菜来说 肥料和土是永久的话题 今天我们用塑料桶来堆肥 让土更有营养 什么样的桶都行 花盆也行 在桶的底部打几个孔 透水透气 先在底部加一层土 我这个土就是园子里的土 我这里现在是旱极 几个月没下雨了 所以土特别的干 在土的上面放上鸡蛋包装盒 撕碎 越碎越好分解 再加点厨余 加一层土 再加一层碎纸盒和厨余 加一层土 太干了 加些酵素 酵素中有很多活性菌 既可加速分解又增加湿度 继续加厨余 加土 加土 装满桶 这样一层土一层厨余三明治的形式堆肥 也有助于发酵分解 厨余发酵分解要有一定的湿度 太干和太湿都会影响发酵的速度 我的土很干 主要担心湿度不够 要加些水增加湿度 如果土湿 就要注意多加些纸和干草干树叶来调节湿度 这是第六天 用一根棍子插进去检查湿度 插进去等一分钟再拔出来 棍子上干干的湿度不够 需要加些水 再盖上盖子 第九天 再来看看怎么样了 这次我们倒出来看看 还没有分解完 还能看到碎纸盒和一些瓜皮菜叶 很多已经分解了 装回桶里 再加些水 继续等待 第十六天 半个月过去了 表面的土是湿润的 看起来还不错 长出来一些嫩苗 厨余里有瓜瘾 瓜子发芽了 没分解的就是碎纸盒了 其他的厨余基本看不见了 土的状态很好 松松散散的不结块 如果想种菜 可以在上面种菜了 没发酵的部分 让它慢慢发酵 对菜苗没有影响 我种上三个姜苗 买的姜自己长出这么长的芽了 不种可惜了 后续我会记录姜的生长情况和大家分享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点赞和转发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